民進黨自己沒有辦法得到民心 不願意去傾聽庶民的心聲 然後別人願意去聽 他現在還要來做扭曲 還要來做分化 李嘉芬說 他跟韓國瑜都是一般人 不過兩個人 他們兩個人到各地去 會遇到對韓國瑜下跪的民眾 抱著李嘉芬痛哭的婦女 其實他要表達什麼很單純 就是很多民眾心裡頭很多苦 但他只能向韓國瑜 只能向李嘉芬訴說 不要這樣啦 去拿去看 來來來來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我也沒看 我被他老爸找了26年 我找一個人跟你聯絡 你把你的手機給他 把什麼問題講出來 好不好 你要我律師 我幫你找律師 有什麼冤許我們再講 蔡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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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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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立剛 那個王定宇故意把他說 這是像紫衣妙禪嗎 好像要把韓國瑜說 你是不是在做到一種偶像崇拜 甚至說是導人迷信 但是韓國瑜 你們不覺得很奇怪嗎 他根本不是執政黨的 對 他只是個在野的 一個高雄市長而已 為什麼這麼多民眾 要去跟他下跪 要去跟他陳情 這個身為執政黨的民進黨 應該自己覺得羞愧才對吧 人家有事情應該找你 怎麼去找一個韓國瑜 那是不是因為你們 都不傾聽民意呢 實際上我們都知道 現在你要去接近蔡英文 真的非常困難 你遠遠的 人家只要看到你好像想要接近 啪 就直接被拉走 你看衣服都被脫了 然後整個人就直接被脫走了 多少人遭遇到同樣的狀況 請問一下蔡英文總統 誰敢向你陳情 向你陳情不是至少倒霉嗎 像這個國道收費員孫秀暖 他說他11月底的時候 去了兩場 蔡英文的場子陳情 結果他只不過在那邊喊說 國道收費員這個問題還沒解決 然後警察就盯上他了 不斷地打電話給他的主管 問說這個人每天在做哪些活動 要去哪裡 然後蔡英文在南部有活動的時候 警察直接到他工作場所外面 去盯著他盯他盯到下班 就是看著他不能到那個會場去 這個會不會太誇張了一點 有這麼離譜嗎 蔡英文總統你就去聽聽 這些民眾的心聲到底是會怎麼樣 還是現在連韓國瑜 要去聽民眾的心聲都不行 因為所有人只能以你蔡英文為尊 讓我們覺得匪夷所思 大家記不記得上個禮拜 我們龍捲風還預言說 有人會在南部擺這樣的一個布條 結果馬上真的有人擺 你看 你橫著看好像都是好話 祝福蔡飯反年改 草莽英雄庶民愛 包準粉絲笑開懷 韓總造勢的人來 可是如果你真的看頭的話 這是標準的長頭師 駐草包韓國瑜落選 這個長頭是厲害 值得這一行居然是這樣子 在酸他的 是 但是我必須說 他要有這個創意去寫這個東西 沒問題 這是個人自由 台灣是個民主多元的社會 反正你有錢去登這個廣告 你就去登 但我想問一下上面這個東西 上面這個東西 到底是國會還是黨會 如果是黨會的話 國民黨要不要去問他一下 你有沒有經過我授權 當然我覺得這個就是 選戰越接近 各種奇怪的動作就出來 據說這個發展叫台南小智 可是更奇怪的動作出來 也就是張家駿跟蘇智芬 他們兩個現在在嘉義對決 然後在雲林對決 然後張家駿現在去按鈴聲告 告什麼 告說蘇智芬刻意惡意的 割壞他的宣傳部條 你要告人家要有證據 蘇智芬說我沒有 從來都沒做過這些事情 可是現在張家駿那邊說 其實是有人親眼看到 甚至有人拍到說 你知道去割的是誰嗎 是蘇智芬的坐車 對 然後有人甚至拍到了 蘇智芬的身影 蔡玉宇也去告人了 但是很奇怪 他本來是被人家告的 為什麼 現在在那邊有一些就是 反同婚的一些團體 在那邊弄了一些布條 結果蔡玉宇直接下令 他的宣傳車司機說你看到 你就把它給我收起來 這個很明顯 這不是你的布條 你憑什麼去收起來 對啊 他怎麼反而去拆 人家的布條 結果現在害這個宣傳車司機 吃了官司 現在被人家告竊盜罪 蔡玉宇還不認錯 他還要去告別人 說你這是意圖使人不當選 當然現在有更奇怪的耳語出來 用這種方式 全國各地基站區 說什麼吳英龍跟蔣萬安 只差6% 賴平跟李永平只差6% 李永修高嘉瑜差3% 銀藏左林運方差3% 必須幫他弄了一大堆這種東西 好像他們都很接近一樣 這是真的事實嗎 這個民調到底是怎麼做出來 你的參考數據是什麼 所以現在假民調 真的是到處滿天飛 為什麼要去操作這個東西 難道是真的顯示他們快贏了 還是其實他差距很大 就用這種方式來吹票 我相信大家心裡頭都有一把尺 李嘉芬在華府的喬宴時說到 各地常有一些婦女抱著他哭 民眾對於韓國瑜下跪陳情 這只不過是一個感性的訴說 他們跟庶民之間的一個故事 但是民進黨的大立委王定宇卻說 你李嘉芬是把紫衣妙禪 誤認為韓國瑜 拐彎抹角的在嘲諷土苦水的庶民 是春夫餘婦 你怎麼不想想看 為何人民不找蔡英文去陳情 反而卻都找韓國瑜呢 李嘉芬 這就是尺到尺 尺到尺的分別 分別就多在這個地方 現在所有的人民都是有體育的 我們可以分別一個尺和尺 為了這麼多人要來頂政 你就能看出民進黨你接政 這段時間來人民的哭吵在什麼地方 你民進黨的人你沒有自備心 今天包括王定宇你們這些 你們這些都沒有自備心 這個沒有自備心的政黨 要來拐贏國家的人民 人民絕對不幸福也不快樂 因為本身就沒有自備心了 我對韓國瑜去找回庭 這樣沖沖下去這樣走 很多人跟我說 你如果有問題有心思要真正的 你只要不要跪下來 韓國瑜都跟你接 特定都跟你接 你不要跟外面前跪 你就有口中要真正的 你都可以帶來 我生意都跟你接 我聽到的蔡英文這樣不是 好好 不然就交代這樣 真正的都不要我來 所有都不要來 我是總統 這樣是不是 那些現場兩邊都不一樣 一個有愛心的人 所以韓國瑜比較有那句話 莫忘世上苦人多 這人這麼可憐 這麼多感苦人 誰在接政 你民進黨在接政 你今天民進黨在接政 有這麼多感苦人要來認證 代表他民不良心 他就很多婉婚 你一個接政黨 你有這個自備心 你連自備心就沒有你這個民進黨 你還想讓台灣繼續接政 台灣人民會相信你嗎 俊議 才三輪多前 蔡總統她說 如果政府聽不見民意 可以拍桌子 可是現在只要對政府 有不滿的聲音 很容易就被攻擊 或者是被政治操作 總統本來是有最多人陳情的 可是現在動不動 就把這些陳情訴苦的人 全部都拖走 這是民進黨進步的價值嗎 我們在國外是很早看到說 這個總統選舉 會碰到這種事情 很少 在台灣算是滿正常 沒有什麼好再去抱怨 執政者就必須要去接受這個 整個這個選舉到現在 雙方都會去拿 你執政的人 當然就是執政過程中 碰到的問題 來做一些訴求或是攻擊 這也是很正常 民進黨拿韓國瑜在高雄市 或是過去以來的他的言行 來做過這也是很正常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剩下二十幾天要投票 兩邊的支持者大概固定了 大概固定了 你在怎麼樣去罵蔡英文 他的固定支持者 所謂的蔡粉 或是要支持蔡總統的 就是支持 你再怎麼罵都罵不動 不是靠罵可以罵得動的 韓國瑜的這個支持 也不是我們去 你說抹 黑 或是說去消遣他 就可以影響的 都不是 這兩邊都固定 現在是中間這一塊 中間這一塊 到底是誰 中間這一塊 也就是說還沒有決定搖擺的 還在思考的 搖擺比例還變高 是誰 大概有兩種人 一種叫做自主性很高的人 他認為 我還在看 年輕人居多 企業工作者也是很多 另外一種是被動員的 也就是自主性很低的人 會受影響的 這兩種都有 為什麼選舉的時候 就會有一群人是被什麼 你說一個便當也好 或是說一個朋友就去 是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說往中間 自主性很高的 年輕人這些知識 或是企業的工作者 跟被動員者 大家在搶那個票 所以過程中 兩個陣營都要思考說 你的方法能不能符合這些 所謂的搖擺還沒有決定 人的認同 你現在如果是罵爽的 時間已經不足了 剩下20幾天 你說我要鞏固我的基本盤 鞏固基本盤的時間已經過了 現在是往中間要拉 往中間拉 就不是用這個方式